心与密 什么是心呢 它不是密 什么是密呢 它不是心 按照佛教说 生命是心与密的和合 心是包含了受 想 行 和识 而密 就包含了固体 动体 和热体的三种和合 生命是心与密的共存 脑是心与密的失调 死是心与密的分离 而再生 是心与密的再组合 肉体死去之后 精神力 在一个不同的物质形态 或者身体中 形成一个新的组合 心与密的关系 就好像电池对汽车的引擎一样 电池帮助引擎发动 而引擎帮助电池充电 这样的组合 这样的组合 速成汽车发动 同样的道理 密 帮助心发生作用 而心 就帮助密的活动 佛教指出 只是密质现象的看法 然而已经有科学家 接受心在密之前的生命起源观点 佛教称这种观念 为再连结意识 如果要洞察生命的本质 就要明白 任何有知觉的生命 都不能够永久持续 不但如此 仍是每秒都在变化的 严格来说 只有精神还在活动 才表示生命依旧存在 一旦精神活动停止 生命也就停止了 假使有人问你 我的朋友啊 过去的你 在什么地方的 不是 过去的你 已经没了 因为过去的你 已经不在这里了 又假如有人问你 我的朋友啊 未来的你 在什么地方的 不是 你不会在未来 因为未来 根本就没来到 如果又有人问 但是我的朋友啊 现在的你 是在哪里呢 你也都不在现在哦 因为当你说现在的时候 这个现在 又已经过去了了 你只是存在于非誓意念的当时 在这个流誓意念之中 永久的灵魂的灵魂和实体并不存在 洞察生命的本质 洞察生命的本质 就是要明白生命如梦 幻 炮 影 生命 生命 只不过是一个有缘則序 无缘則分的过程 即生即灭 一切的存在 只是因缘的结合 任何因缘结合的存在 都不可能是永恒的 无常 就即是无常了